大家好,我是Kyoko 大家好,我又來到7月了 不知道大家6月過得是否開心呢 我也可以,因為我放了很多東西 好開心啊 好啦,廢話不少說 來到每個月的第一個星期 都會說一些關於香港的日文 這個月我們繼續說香港的地名 第一個要說的就是香港島 香港就是香港 香港 香港,跟我們本身的香港是一樣的 然後九龍的話呢 就是Kowloon Kowloon 新界的話呢 就是New Toriton New Toriton 然後呢,我們說一說香港的離島 譬如南亞島的日文呢 是Namashima Namashima 長洲的話呢 是Changchoushima Changchoushima 大嶼山的話呢 是Nantoushima Nantoushima Nantoushima 好,那除了來到之外呢 如果你有朋友來的話呢 你一定會介紹他去這兩個地方的 第一個呢就是 Desirinan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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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迪士尼公園啦 然後下一個的就是 我們香港著名的海洋公園啦 就是Oshon Park Oshon Park 對,那以上呢就是 今個禮拜我想說的 香港地方名啦 如果你想重溫一次 其他的香港地方名呢 你就可以 按回我上一條片的 就是6月第一個禮拜 或者我的連結會放在這個 資訊卡那裡啦 好,那當你呢 看完這兩集 關於香港的日文的時候呢 大家有沒有發現呢 大部份的拼音 都是用這個 騙架名的 那因為它是一個外來語 那所以外來語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用片桿名去拼啦 第二呢就是 你發覺呢 它好似廣東話的同音 的 純粹是讀歪了 譬如 尖沙咀 你就會讀了 尖沙咀 尖沙咀 那所以呢 如果你有時候真的不懂日文的話呢 你就跟它說回尖沙咀 其實可能它也會明白的 好,那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 香港日文呢就是這麼多 如果你有什麼想學的話 記得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又或者我的快音可能不夠準確呢 你也可以在下面指導一下我的 因為呢 我騙架名方面呢 是不知為什麼 真的好禁止的 不知有沒有一些 同學都跟我一樣呢 剛剛學日文的時候呢 是完全記不到這個騙架名的 結果呢 我是要抄寫了很多次很多次 之後呢 我現在才記得一些讀音 但是呢 讀起來呢 都是沒有騙架名那麼順的喔 對了 如果你跟我一樣的話呢 你記得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喔 讓我有這些知音人嘛 但是呢 我知道現在呢 日本呢 是越來越多人呢 是選擇用這個騙架名 多過騙架名的 那所以各位學日文的同學呢 千萬不要放棄 我們一定會努力克服這個騙架名 要不然呢 你經常看很多漫畫的時候呢 也會不明白的啦 那所以呢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我們有什麼的話 就下個星期再說啦 就下班了 拜拜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你幫忙訂閱我的頻道啦 左右兩邊呢 是推薦的影片 大家可以點進去看看 還有可以追蹤我的Facebook和IG 那裡會有更加多日本的資訊 就下班了 拜拜